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下武功猿出少林众所周知 少林武功博大精心 由最基本的散打套路 到最高心法、易根經和洗水經 其實少林寺除了武功享負盛名之外 在少林寺源遠流長的歷史裏面 另外有一套因力相傳 絕不給武功信息的絕學 少林衣術 究竟這套不為外人廣泛知道的隱世衣術 為何會被外奸人逐漸遺忘呢 把武功融入衣術 又會不會帶給病者另一道曙光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公園 剛才都往érie東 中文字幕志愿者 龍 ……… 目前… 少林寺发展至今 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 可以说见证着中国历朝的兴与衰 少林寺创至北历 由印度僧人建立 由于南北朝时期 佛教风行 加上创教祖师达摩 由印度到少林寺 广集善信 佛教在当时风头可谓一事无两 到了唐朝 佛教大圣 少林寺更被称为天下第一名杀 经过历朝昌盛之后 少林寺到民国正式衰落 民国十七年 军阀割据年代 少林寺遭逢火劫 当时大部分建筑和文物都付诸一句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对少林寺进行多次修緝 才保留至今时今日的面貌 少林寺武功名震海内外 作为开山祖师的达摩禅师 更创立健身护体的罗汉拳 后来经历代的修改和演练 少林功夫逐渐形成独立的体系 这个少林寺有几种武功的 大体上分为硬功 气功 点阶和轻功 少林全是波机 这方面的 那么他们的不同的地方 最主要是在哪里 硬功主要是练这个筋骨皮的 内功它是练内气 波机就练这个实战方面的 像点穴就不用解释 少林拳法有小红拳 大红拳 罗汉拳等一百余套的拳法 少林寺坐落于河南省中岳的松山 作为佛教的中国法源地 松山脚下有大小寺廟 不下数十间 而明星古迹更是多不升数 其中有不少是关于武学的 例如位于松山一个小山丘的达摩洞 上传达摩祖师曾经在那里练功和年碧师过 除了关于武术的古迹之外 少室山也有不少关于医学的古迹 反映少林寺一向都医母并存 最明显的例子是 坐落在松山大发黄蝉子大红宝殿外的济世活人碑 里面就记载了超过五十种内外伤的疗法 外发疾病 烧伤及烫伤 一 丝没忧隐素条洗净 倒烂为泥涂伤处数日即遇 二 米醋外涂伤处可立即止痛 这块被称为中医土丹面方 记载了五十种疗法 医治的症状各式其式 包括烫伤 感冒 外伤 咳嗽 肾炎等等 这块制细活人碑 是记载了一位在医学非常有贡献的少林大师 尚传他四代为医 医治过的人多达几万人 其实少林寺的武功是不是可以用来治病 是的 能够治些什么病 是不是白病都可以医治 但是白病 病不一定能 都能医治 这有点夸张了 他主要在这个预防上有很大的作用 在外科的治理上有独到之处 怎么会起到这个预防作用 因为少林的医学和气功是结合的 少林医学从唐代开始发展到现在 和武学一样都经历过不少的改变 唯一没有变的 是他始终有一套自成一派的医学理论 少林市的医学 它有没有一个独特的理论 这个是有的 你像在给病人治这个内伤和外伤的方面呢 他有结合了少林寺的一是气功 二是退拿电穴 所以说他在这上当当 因为他掺杂了少林寺的功夫在内 他的疗效就是家属 再加上这个用药 所以这就是他的独到之处 你像那个 有的病人呢 你像那个腰椎呢 和这个神经系统呢 他有的几年呢 就是封死性呢 也比较常见 这样呢 这样呢 给他用那个引导这个做这个 检疫的医经经器功 然后他的病状发生在哪条经络 然后给他用封闭血道的方式 再加上推拿 给他用这种这个治疗 效果再重要 其实少林的医学同样渊渊流长 虽然经过了成千年发展 不过外界所知的始终不多 一方面 因为少林武功实在太出名 令到外奸对少林医学有所忽略 另一方面是 少林医学的最终目的是对内 而不是对外 为什么少林市的这个医学 不是那么多人知道呢 因为这个少林市呢 在这医学方面呢 都是用于自己去 给自己的弟子去看 去用 但是少林市已无 所以不会外传的对吗 也不是不外传 这个一般都没有必要去做这些事情 你来找我们呢 来求呢 因为佛美嘛 他可以给你去治疗 你不来了他也不公开去 因为佛家和这个经商不一样 虽然知道的人不多 但是识行军大师说 都有不少人慕名而来 来的人大多数是农村的村民 一来他们每日要应付大量努力工作 而导致经常流伤 二来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支付昂贵的医院费用 有没有一些病是不适合用少林的武功来依据的 有没有一些病 像少林市这些医学呢 它和中国的中医都是一个原理 在这个都是在这个中医的基础上去运用的 像大的病状传染病一类的 这样是不行的 少林医术 医治的以内伤为主 一般的扭伤 坐骨神经痛 疲劳病就最有效 除了求医之外 其实有不少人专程上山学医 当中对中草药 少林的独特器工 针灸 点缘 就最感兴趣了 能够吸引不少有色之事 慕名来到少失山 尋找少林独特的隐世医术 究竟它是否和传说一样 独步杏林呢 少林医术又有多少种呢 温柴 材料 劲 温柴 根据中医理论 人体内的经络 如果受了就必生病痛 点穴就是打通受了的经络 令到血气运行再次畅通 达到治病的效果 而少林的点穴理论也同出一次 少林的点穴结合推拿手法 重点在于治疗月道本身 和附近部位的病毒 然后你用一种很柔软的治疗手法 先揉然后再由轻到重的 这个作用在哪里 这样呢就是把它的经络 给它好像压气那种方式 就叫里边的舒缓的一点 舒缓的就是好像水在管里边一 就畅通了 一压给它吸回来 吸回来再放 我叫它通 对 畅通 如果你想病人呢 它的哪一条经络出现了问题 你比如说你看哪个 然后你就给它去捋 把这个用推的方法 这是推 这是拿 哦 原来是这样子 推拿它是必定是 是两个动作分开的 原来推是推拿是拿 对对 推就是梳理的作用 拿就是压锁 压锁的作用 压锁再放开 叫它有一种弹性 叫它的血液经络在里边 你像水管在运动的时间 一压它这个地方成了空白了 再一放它猛了 啪一个冲击 那一个就是两下它往这个冲击 然后给它起到这个梳理经脉 和一些话语的这个推拿手法 先从经文鞋 在各个穴位的 让湿吹往下走 好的 一次手法先揉 再放松 再放松 这一次是用三个手法 然后再压 然后再做 所有的血位都是这样子吗 对 都要这个样子 用同样的推拿手法去做 绍林推拿的手法 针对患病者的病处 例如臂伤推臂 腰伤推腰 除了推拿之外 如果病者伤势严重 还可以用手劈法 目的利用摩擦力 加添病者伤处的承受力 增快医病的速度 推这个机制方面 因为我们用的是摩擦的热力 来加重它的吸收力 比如说摩擦 我们都是用这一种摩擦力 自身的摩擦力 起到一定的烫的时间 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 需要用药呢 用药是推拿完了以后 才用药 然后给它 用这种推 这是一种推的手法 然后第二种推的手法 就是间接性的 这个间接性的 对 这个间接性的推 有什么分别吗 这两个 它有的 这个分别在哪 它的分别是什么 你这个推 它就是在它的皮肉上 在骨门上 起到这个作用 但是它在关节活动上 没有起到作用 它这样可以 它这个关节可以给它 给它梳理 嗯嗯 然后这个 鲜呢 就得必定是由下向上 点月推拿以内伤为主 少林的摺骨法也一样 少林子的弟子 日常都会有不少的 劳动和练习机会 扭伤、跌伤经常出现 所以摺骨术 在少林 是一门常用的医疗手法 先叫它辣 嗯 分开 然后啪 合上队 对 啊 这个方位呢 它有的地方呢 也就是孤结了 有的啪 出来这么高 有的回头出来 这么高 然后给它 画 对 引导它 然后 往上接 嗯嗯 先叫它脱掉这个位置以后 然后啪 给它往上接 嗯嗯 它这个园里的每个孤结 都是一样 都是按照的 中国一些的顾客院里去 就一样的 去治疗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有没有分别的手啊 脚啊 在每一个关节 在治疗的方面 有没有什么是不一样的方法 治疗呢 基本上都是通用的 嗯 识行君师傅解释 接骨法和一般跌打 最大不同的地方 在于它结合武功的原理 要学接骨 就要先学拆骨 而每个关节接合的位置 就是用武者必须了解的 最基本知识了 我们这个武术的原理 这都很很不得 这个招式 它这个地方已经完了 所以你要给它留情的话 它一拿它就不行了 然后你再一次进 它这个就遮了 这是卸这个的方式 你比方说 在遇到敌人的时间 它拿你的东西 它不放的时间 然后它还有这样的招式 这里也就卸了 它就给它卸掉了 啪一揪就卸掉了 有的呢 你比方说 抓住你的肩膀 抓住你的头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人 他都需要 因为他这个 要破开它 所以大家就往下一钻 就开始给它拿掉 点月推拿 和接骨法 属于外在的医疗法 而少林气功 就是一套内在的医疗法 少林气功历史悠久 总共有成千多年的历史的了 它是针对每一个部位的 我现在不能练这个 一个呢就是 一个是背 两类的这个经络 和背的骨节牵引 这个是针对什么病的 它主要是对这个 这一块的这个 精密的健壮 血液的循环加速 就是 起到就是对这个 血液循环 上身的这个 经络的健壮 整套工法 可以将气运行全身 由头颈 胸手 至腰和脚 照顾全身主要的部位 第一呢就得先调气 从丹田把它口气调上来 然后开始运 你要练腿 现在关节上的经络 和关节腿下 这个这个 这 细关节和这关节的呢 然后他也有练他的这个 方法 这是练 头的 再去 看哈 嗯 来 这是穴位吗 对 这穴位起什么作用 护肾呢 哦 护肾 然后再练 练左 两边都需要 对 以左以右的要练 绍林的气功 和一般气功的功能大抵相同 一方面帮助人体输筋活络 另一方面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 练气功能它主要的要点在哪呢 这个气是什么呢 气好像是就是风 这个靴呢 推动歇液的运动 歇就是水 风吹过来了 它的水就要走 它取了这么一个原理 你像那个护士 打针中的那个针 你把它吸进来 再推出去 它就加速了力量的这个速度 这个人体 它的血液循环得快了 它也没有这么多的疼痛 上传研习少林气功 健康的人可以更健康 有病的人也可以慢慢传遇 而整套功法 如果能够早晚修炼 十日之内身体就会有明显的效果 它的难度在于什么呢 气怎么走 气有力与招式的配合 你一点配合不到 你就达不到位置了 达不到效果 然后你想这个孤肾的 肾虚的这方面 肾有病的这种 你就练这个孤肾的方位 然后它起到 在内体起到这么一种这个 就是外边是用这个推纳 在内里呢 是用气的对这个 每一个部位的推纳 揉动 来加固它的这个健壮 是不是你在哪一个部位 练哪一个部位的时候 这个气就去到哪一个部位 应该是这样 这就是最主要的 你不会这个 你就不会练气功了 少林武术名震海外 两大绝学 易根经和洗水经 更加被推崇为 武术界至高无常的 内功心法 事武者梦寐以求的心法 原来也是医学心经 明晚继续尋找隐世医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